雷电风云花草木 东南西北虫鸟鱼 喜怒哀乐茶汤酒 川江河海日月星 汉字相声 冯一刚咬文嚼字 居就是住 像是定居分居居无求安 引申为住所 例如故居新居邻居 也有位于什么地方的意思 居中居守居安思维 唐代时候佛教很兴盛 当时很多文人 达官贵人 都会和僧侣往来 但是韩玉排斥佛老 尊重儒学 他写了一篇文章 表达自己的立场 他说 人类在最一开始 其实和禽兽没什么不同 后来圣人出现 治理天下 施行人亦礼乐 人民才能开始 过着安逸的生活 这些传统道德文化 经由世代相传 被记载下来 才维系到现在 反观其他动物 鸟吃东西的时候 会低下头来 但是一抬起头 就四面环顾 野兽们藏在隐秘的深山 很少出来活动 服兽身居而简出 具物之为己害也 他们随时都警觉着 提防其他动物的攻击 却还是无法摆脱弱肉强食 现在的百姓 之所以能过着和禽兽 不一样的生活 就是因为遵行儒家思想的关系 韩玉用身居简出 来形容野兽的生活 后来被延伸引用 说一个人平常都待在家里 很少外出 左传记载 春秋时代几个诸侯国 联合攻打郑国 郑国人很担忧 就准备了礼物 去贿赂其中势力最大的 晋国以求和 晋国国君 晋道公看到 郑国送来的礼物 非常高兴 把许多东西送给大臣 魏将 感谢他对国家的贡献 但是魏将却谢绝了 晋道公的赠礼 还觐见说 今天国家会强盛 都是因为国君 您的才能 还有众臣的同心协力 才成就的 我哪有什么贡献呢 再者 希望国君 您能够在享乐的同时 不忘国家大事 书经里有句话说 居安思维 身处安逸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 可能会有的危险 这样才能提早做出准备 如果祸患真的发生了 也就不必慌张 晋道公听了就说 你说的话 我岂敢不接受 但是赏赏臣子礼物 是国家的常规 不可废除 而且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这些礼物 你就收下吧 于是魏将 也就遵循理智 收下这些赠礼 居安思维 出于安乐的时候 要想到危险 可能会随时出现 居心 叵测 分别来自不同的出处 三国志记载 孙权的长子孙登 才德兼备 虽然贵为太子 但是为人清和 而且非常孝顺 陈寿批评他 孙登 居心所存 足为貌美之德 从孙登这个人的存心 就知道他可以发挥出很大的德性来 叵测 出自于新唐初 唐代 一个叫尹音的人 天资聪颖 他在国子间讲学的时候 所说的都是听者 前所未闻的 他的老师就曾经说过 无门人多矣 银子叵测也 居心叵测 后来演变成带有贬义的成语 比喻人心怀不轨 难以预测 汉字相声 由中华文化总会策划 与国立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谢谢收听